牛市跟以前的牛市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散户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理清一个理念 坚持的重复 坚持再坚持 然后从小胜变成不断的大胜 这位上海亚俗炒股30年 对有没有牛市可谓见解独到 这期干货满满 您听听看是不是这样 涉及到未来行情的一个预测 您是怎么看的 有牛市吗 有行情吗 牛市跟以前的牛市已经完全不同 如果说在这之前还有牛市的话 那我首先问你 后面有没有很多退市股票 那么我告诉你 退市股票它在挣扎一块钱 它一块钱批掉了就结束了 那么它有牛市吗 他们有牛市吗 那么很多股票现在踹踹不安 在等待审判 它有牛市吗 你说说看 所以所有的牛市一定在集中在 以后它指定的认为的 引导的这些方向的股票上出现 怎么会跟你其他股票有关系呢 所以你搞清楚 来说几个数据 让大家重视一下 以后什么叫大数据看股票 现在你们不理解 你们只去看着量化了 但是我这里科普一下 真正的量化基金 到底玩的是什么样的盈利 跟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 量化基金真正盈利的在哪里 是机械化优势 算力化优势 科技化优势 啥意思 所有的珍贵的 正规的量化基金 就是公开发行的量化基金 它首先要有算力计算中心 也就是它里面的电脑 跟我们的家用电脑 对不起 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自豪地告诉你 一个月里面 我就停顿了两秒钟 听懂吗 一个月里面 我这个计算机中心 就停顿了两秒钟 其他时候都是畅通的 你家里的电脑 从一个早上到下午 不知道停顿了多少 你只是不知道 你以为没有停顿 实际上当初 已经不知道卡掉多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明白量化中心 做的什么 它明白的告诉你 这不是我做的 是所有发行量化基金的 那些营销者们 带着那些量化基金的 真正的秘密来告诉你的 量化基金首先你做的 是你超不想象的票 比如说我选股范围 是在2000个票的选股市里面 去操作的 谁这样再告诉你 也就是说 他其实买了2000个股票 不是你以为的 你买一个票 它是2000个票 那你告诉我 哪一个人能同时操作 2000个票在一秒钟之内 它不需要 它是机器 它下达指令 在一秒钟之内 2000个股票里面 有500个符合桥件的 一秒钟之内 买进或抛出就成交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做 跟你有毛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都想多了 那种你们以为的 搞掉的 那个叫排弹 懂得是吧 是人家做 比如说大的资金在排弹 集中心的攻击 或者集中心的出货 那个叫条件选股设弹 你自己也能做的 懂得是吧 只是你的量比它小 你比如说就是500股 500股 你设定一个价格 啪啪啪往下一打 也一样的 一分一分往下打 也可以跑掉 当然现在有很多票 不要忘了 要给你们推广一个思路 有些票是挂不出去的 为什么挂不出去 因为有价格融资 所以到价格融资的时候 它又比你优先了 因为它有通道 它排在你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 相当于百分之二 它要跑的时候 直接挂在电厅板上 它跑掉了 你呢还在等 等到你醒悟过来 你想跑了 对不起 你跟它是有时间差的 什么叫时间差 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接收的行情 看到的行情 已经是30秒以后了 因为从 它交易所发出信号 到卫星 再转到你那里 最起码有30秒延迟 而它给你看到的 全部是30秒 以前发生的事情 这小散户怎么搞 所以小散户 从来不能靠这个去玩的 那我问你 我挂单行不行 我集合进家挂单行不行 我只保证我的目标呀 比如说我现在10块买进的 我明天管你怎么做 我来个10块二毛抛出行不行 可以吧 有没有 我有一万股 我能不能10块二毛抛一笔 10块三毛抛一笔 10块四毛抛一笔 10块五毛抛一笔 我全部挂到掌定板 你爱成交不成交 有关系吗 来我来告诉你 我当年就这么成功的 我从小资金一步步做过来 靠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不占的钱 我来占 我就每天占两毛 那时候还在成交量 佣金是高达千分之三的时候做 因为很简单呀 我问你两毛钱是不是百分之二 10块钱两毛钱是不是百分之二 我百分之二的级别 你千分之三的手续费 我就给你来回来 你也就千分之六啊 再给你加上当时的一花岁佣金 你也顶多百分之一 那我是不是每一笔还在百分之一 那我每天那时候波动很大呀 每天波动很大就意味着 我来来回回一直在做啊 所以才有一句话 积小胜为大胜 是一步步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散后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理清一个理念 坚持的重复 坚持再坚持 然后从小胜变成不断的大胜 这个是我们所有散后都能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他做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知道吗 你看他资金大 有一个问题来了 他资金大 他怎么做像我这样的 比如说我我如果只有十万块 我一万块一笔 五千块一笔 二十笔全部做完了 他能做到吗 你给他算一些算笔量 我是十万块 他是十个亿 你告诉我 我做那个五千块 他要做多少 一千的成交量都不够